各位韓國瑜,你不能大小聲,我們請教他敬言 來,導播幫我帶一下 這個是剛剛的國會的實況 現在是下午兩點半 立法院會下午場正式開始 台下國民黨的委員 不是說得很大聲下午兩點半都要進來嗎 都沒有人耶 這裡面空空如也 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午的時間點 包括剛剛被點名的這幾個人 早上沒來之後下午也沒來 請教一下敬言 那如果以韓院長的標準的話 如果你們國民黨立委的標準的話 大家不是叫一起一致嗎 這個先幫葉元之澄清 他在哪裡 葉元之說這個有民進黨的立委一直在說 他沒有出現在議場 他非常的不爽 於是葉元之PO了臉書 你只有幫他統計 他上了幾個節目 我還沒幫他統計 這個9點的時候還沒有通告 所以說葉元之絕對不會再跑通告 他說他9點的時候在他的辦公室開協調會 所以他覺得非常的不爽 那講真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韓國瑜那天他就是依照這個議制規則 唸三次然後沒有到了 然後所以就直接跳過 那講真的如果要打破這樣的慣例 因為現在這個民進黨在講說 這個是慣例嘛 那當然有人在講說 這個是肉席應該要改變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變成說昨天開了這個 所謂不算是協調會 不算黨團協商的這個協商 就應該要決定說 好以後我們就依照規則走 你沒有在時間到場 那就不好意思就跳過 可是看今天大家的這個態度跟行為 看起來是這個 藍能律不能 對看起來 沒有看起來是要繼續維持這樣子的慣例 但講真的我推萬不言 就是民進黨團 他們自己有排這個輪值的招位 那據說上個禮拜五是這個 洪森案林楚英 然後好像本來就是陳培宇 可是陳培宇那一天 這個請黃正序代為輪值 所以今天才是陳培宇輪值 那好像民進黨團 自己內部的規定是 如果你是輪值招位的 輪值委員的話 你那一天早上八點 就要出現在議場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說 這些這個輪值委員 他確實沒有在現場 其實韓國瑜那個時候 令很快 準備這個唱名三次 沒有到要準備跳過的時候 在場只要有任何一個立委在場 他其實只要提出動議 就是說主席我們是不是休息一下 讓其他委員可以趕過來 韓國瑜就可以避免這件事了 你只要講說 是不是應該要一視同仁 如果要要求綠的 是不是懶得自己也要 我認為是要一視同仁 但葉仁之剛才發的文 難得拿他出來講 他就在講說 這個他也不會說要找一堆藉口 如果遲到了就是遲到了 他不會跑到院長室去鬧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怎樣 就是說好 這個韓國瑜如果上個禮拜 看起來有人在講說 他想要這個打破慣例 想要做另類的這個國會改革 是重要宣示的話 那你就要堅持下去 是不是講好說 那以後 以後講好幾點就是幾點 不好意思 沒有到場 那就是跳過這個樣子 因為確實有公佈了持續表 當天從早上的時候 禮拜四 前一天的時候 就有通知隔天要質詢的委員 然後包含早上11點半 到50分的時候 就有講說最後一位質詢委員 上午最後一位是王洪威 那所以說 連下午這個羅明財 跟洪桑委員辦公室 也都有在通知 這個立法院那邊 有公佈整個順序 那現在會不會變成說 好 如果大家真的有所質疑的話 是不是 好 以後講好幾點就是到 如果人沒到 那不好意思 主席也不能夠直接跳過就算了 就是要等時間到了 才可以過去 我覺得這樣子的慣例 韓國瑜也要堅持住 如果你真的有決心 想要去把它打破的話 那你就要堅持到底 不要好像說 這個這兩天大家吵一吵 然後就 好 那就算了 我走回去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好像是針對某個政黨 這樣其實被跳過的 也有國民黨的委員 好 所以請教小玉姐 那你看 你自己觀察立法院的生態 怎麼會現在變成這樣子呢 你看不是這樣子在吵遲到問題 不然就在吵說 直接把人架走 昨天不是未完毀人會嗎 大家看到觸目驚心 這個陳玉珍直接 大家說是把這個 熊豹把吳思瑶給纏走 今天的陳玉珍說什麼呢 有人喜歡假仙啊 沒辦法 如果吳思瑶這麼弱的話 就不要站在這裡 不是 這不是立法院嗎 還是是格鬥場呢 這麼弱不要站在這裡 那誰可以站在這裡 我是覺得說 第一個啦 就是說 昨天的這個吳思瑶 他們去抗議的是說 王玉銘不能擔任這個趙偉 因為這幾天大家都在講了 你王玉銘自己本身是 兒福聯盟的這個前董事 他到上禮拜四才辭 那所以說你既然 你也是厲害關係人 而且兒盟今天還爆出 爆發出了很多的不堪的事件 還說這個前 事實上這不是 凱開不是第一件了 他們在前幾年的時候 有爆發一個同樣的 2019 也同樣疑似是 虐嬰致死的這個案件 現在目前也還在調查 好 那你就是說 王玉銘你本身就是 厲害關係人 你自己還擔任趙偉 這個本來就是有爭議的 好 那後來你看 這個是怎麼解決 後來這個國民兩黨的總召進來 就是說要就是大家來做這個表決 好看王玉銘到底能當召委 後來民進黨表決輸了 就王玉銘當召委 這就是所謂的議事規則 你就是按照議事規則就好了 可是你看 我認為說國民黨第一個 你沒有去注意 你還是幫王玉銘來護航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其實昨天最大的爭議是徐巧鑫 那大家都會去站主席台來表達自己的抗議 這個國民黨你也是這樣做 那為什麼國民黨這樣做的時候 那這個民進黨也是同樣的來捍衛 那為什麼現在無事要去表達他的抗議 那你國民黨反而是在指責他 這我就不理解 這就是一個議事所謂的攻防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說在昨天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最可惡的是徐巧鑫 徐巧鑫如果大家就看到那個鏡頭 他擺出這樣的手勢 坦白講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霸凌 因為你知道這個就是帶頭不好的一個示範 你看他做這樣子的手勢 然後還感覺就是說在弄很輕蔑的這樣子在笑人家 徐巧鑫他今天有解釋 他說因為無事要表情看起來快掛了 但其實根本不會受傷 無事要一直說謊 照樣說自己會受傷 但反而是因為無事要有做指甲 王玉被他的指甲抓到還比較痛 二人先告狀 就這樣子自己在推擠其他欄尾的時候 他有跟無事要說這樣的情況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手勢 你要這樣子比的話 陳玉珍當年也被夾到手 還去住院耶 不是夾手他人嗎 對不對 去夾了一個手還跑到台大醫院去住院 那你如果說要這樣子比的話 是到底誰來作秀 那確實昨天無事要自己也講到說 自己被那個熊抱之後 他回去有嘔吐感 這是每個人個人的感受 你被在那種衝撞的狀況之下 那個陳玉珍從後面給你熊抱 那樣子力氣那麼大 你不是無事要你怎麼知道 他真的會不舒服 他會不舒服 他今天說人家假聲 對那種衝撞大家都有經歷過嘛 那我你看現在看到這照片也知道 之前那個陳玉珍也去外交部 一被夾到就跑去住院了 那你這個怎麼不說 他是作秀 他也去住院耶 相較之下 相較之下到陳玉珍 就這也是看起來蠻強壯的 對我是說那你要這樣比起來 那到底誰才是這個作秀到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啦 你沒有辦法同理心 你去這樣子講別人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本來就是意識的從意識的一個抗爭 那第三個我會真心的覺得說 徐曉晴你那個動作現在一直被獲得出來 這個我是覺得說這個讓小孩子學習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對他自己來講也不好 不好啦 這個因為你現在就是很多人在抗議 家長在抗議的嘛 那現在每個人都在學徐曉晴 徐曉晴你是立委 你是立委 大家都如果說你的這個同學在學校比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那萬一是真的碰到就是說有有狀況的這個同學的話 你這樣子比這個不是就帶頭霸凌 所以我真心認為就是說你互相的這種意識攻防還是要注意 尤其你在鏡頭前還刻意 你看他對著鏡頭前刻意比這個動作 我覺得一點也不可愛 一點也不好笑 這個是帶頭霸凌 我身為家長我第一個帶頭譴責 好 所以小牛請問一下 你覺得徐曉晴做這個動作是在講說吳四瑤在裝痛嗎 會做出這樣的動作嗎 昨天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新北市議員呂家愷 他在別的節目 友台節目有做了非常完美的詮釋 他講說什麼 他說這個曉晴那個動作 他說他仔細看一下 他說他這個是這兩隻手是分開的 分開的 所以轉了一下 所以代表是什麼 他們說因為我們要趕快開會 你不要一直站在那邊主題台 這邊浪費大家時間 然後他就因為剛好把這個手放在太陽穴這邊一直轉 所以他覺得說這個是因為時間快到了 快沒時間了 那不要一直針對王玉銘這樣 他意思說要快轉的意思 快轉的這樣子OK 他的意思說如果這個是有一種歧視的這種手勢的話 應該是兩隻手要合起來 而不是兩隻手分開 他其實做了一個非常完美的詮釋 那這個詮釋大家認不認同 我覺得大家就自己各自有攻斷 那其實不管說 大家我們要先回過頭來看 昨天在立法院 等於說 吳斯堯他們堅持 有時候民進黨立委堅持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認為是對的 也就是說當所謂的王玉銘他曾經是擔任過兒福聯盟重要的職位 他還適不適合擔任這個趙偉的這個位置 在趙偉這個位置上面主持議事 這件事情會不會有所謂的公正性的疑慮 我覺得這件事情大家應該要好好的去審思 而且我自己認為民進黨立委的動作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昨天許巧鑫在這個所謂的這個資訊台上面比出了這樣子的手勢 然後事實上他後來回去他自己的直播頻道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回到辦公室自己開直播 那直播的過程當中看起來又暴走了 他暴走而且聽說還爆出口 還罵了三字經這樣子 那其實這平常講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最近 很多像這種藍白政治人物都紛紛有這種流行叫自己開直播 那自己開直播的過程當中可能不小心就會把 他把直播現場帶到立法院 對他不小心就會把這些東西爆出口 那其實你說像我這種現在是沒有任何公職身份的 老實講我要在我自己直播裡面愛罵什麼就罵什麼 我甚至罵三四五六七字經都可以 可是問題是你今天是立法委員 你是立法委員 你在國家的位階上你的待遇是部長級的 那你用這種方式 所以你看他直播的這個留言 底下的留言 很多國民黨自己的支持者也護不下去 他覺得說你為什麼要在自己的直播當中爆出口 針對這件事情大家可以好好講 為什麼一定要去罵三字經 那再來回到立法院 我覺得最近國民黨最近在質詢 大概就有三支箭 哪三支箭 你不要講話 時間暫停 你是我現在質詢是上對下 大概就是用這三種不同方式 那我自己覺得真正要受到敬重的 所謂的這個在野黨立委 包含像這個國民黨的陳永康 以及像這種民眾黨的張祈凱 我相信這些大家都可以認同 他們真的是言之有誤 而且真的是問到一些東西 而不是你去到立法院就跟人家比分輩 就叫大家不要講話 你叫他不要講話 你在說黃國昌嗎 林洪昌還說大家都聽得到 黃國昌他至少還會讓你回答 他是問你 問你是很多國民黨議員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去撿抖音 還是要幹嘛 他覺得這樣子有這種特效 那種噴火特效 還有那個特效制這個我們大家都會做 那他在覺得說這樣撿抖音方便 那所以就叫你說 這個不准插話還舉個牌子 像羅志強不就舉個牌子 就說這個我現在 我還在質詢 你不要給我插話 所以我覺得這感覺好像是現在 國民黨新科立委的一個風格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好像 這個對現在整個立法院的問政生態 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態 Tourこれ Tour Tour Tour